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要为这团企的名字那肯定就是民主 秉持跨党派 跨世代 跨领域三项原则 希望筹筑民主大联盟结合社会更广更大的力量来守护台湾 首先登场的民主大联盟先锋 政治评论员李正好将以无党籍出战 新北市第九选区立委挑战该区国民党四联霸老将 2002年就当选立委连任至今 拥有20年国会经验的林德福 逻辑清晰 然后变才无碍 但是令人钦佩的是 他在国民党党内的时候 他是推动改革的一方 也因为他推动改革不兼容于国民党 他也离开了国民党 不分区立委名单 但排名第30未能当选 2019年因为在政论节目 大肆抨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那个男人 aka宇宙总司令韩国瑜 遭国民党开除党籍 2020年代表亲民党参选 新北第八选区立委 结果跟国民党候选人一起双双落选 由民进党将永昌险胜连任 2022年以无党籍参选中和区市议员 然后又再度落选 意外吗 我蛮意外的 我意外到就是我还在主席的家门口出车祸 我对很多政策 尤其是民生政策 跟民进党的认知不见得相同 可是这是关起门的事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门外的挑战 打开门之后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家门口的敌人 我的精神口号叫做永和丧心菜 永和人 今晚你想来点李正浩吗 我是不知道永和人 今晚想不想来点李正浩 但觉得吴国义不排除提告 去年民进党还在痛批 台北市长落选人 黄珊珊是政治变色龙 今年直接帮李正浩 解索蓝绿局域三家成就 结尼龟小火龙跟妙蛙种子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此外民进党也宣布征召 曾任立委林长佐助理 连续两次参选台北市议员 都以上百票为服差距 成为落选头的吴征 出战新北第八选区立委 以及前新北市议员曾博渝 出战新北第十一选区立委 两人都是在太阳花学运展露头角 2019年从时代力量退党 现在归队加入民进党的年轻战将 第十一选区曾博渝 他面对的是黑二代 地方势力盘跟错级 但是博渝勇敢面对 吴征他的对手 是国民党所提名的金二代 我的对手 是来自张庆忠家族的公子 张庆忠当年在立法院的半分钟事件 意图偷渡中国的统战 就是引发我们当年太阳花学运 50万人走上街头的元雄 除了昨天公布的三位刺客 外传民进党也征询 一人郑家纯aka鸡排妹 参选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立委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 aka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凡 参选中山北松山立委 对此郑家纯也正式愿意配合 看到这么坚强的阵容卡司 又多又香的民主好菜 看来台湾正韩的未来 依旧会精彩可奇充满惊喜 不选他们难道你要投国民党吗 2024团结一致 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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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我的参选 守护综合 守护台湾的未来 拜托大家支持 科文哲 2024总统大选正式开打 蓝绿白三党面对第一关 不约而同的在5月20日 与各自地盘举办朗独比赛 新北侯师傅在党中央造势 想挽回那些年你们一起伤的锅粉 大小姐也在总统府 跟夏天的冷气一样疯狂的吹 民众党的阿威则选择在淡水河岸 举办参选总统宣誓记者会 准备好讲稿亲自淋雨 为什么 科文哲要参选2024总统大选 因为台湾应该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国家 不应该是一个分裂斗争的国家 台湾应当是中美沟通的桥梁 不应该是中美对抗的旗子 现在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局势 我们应该同坐共济 集结众人的力量 要成为翻转台湾命运的转捩点 各位伙伴 加入我们运无反顾 拼一次 那个我很佩服 付得超过三千五百万元 我们的那个付款账号开到现在 现在已经988万 我们都还没开始 公告怎么会有捐捐 已经铺在脸上 大概几个小时就988万 要欢迎大家多多抖 谢谢大家 选举要钱 场地要钱 人事要钱 发票要钱 看看这个阿贝 拿到一千万就笑得像个孩子似的 西瓜刀一掌 只有柯文哲牵着他的手 我好爱你 他会支持蓝营提名的候选人 虽然政治立场不能共存 但人情一礼可以两全 会尽力为柯P募集选举经费 看来不止是医师 请容我称您一句柯牧师 一道圣光打下来 谢谢你 更生人 毕竟您也已经选上了 你每次听过一句 没听过一句啦 继上个月的访美行程 民众党也宣布柯文哲 将于6月4日出发拜访日本 预计到早稻田大学演讲 并拜会当地官员和党政高层 6月8号搭机回台 出国前民众党发言人陈志涵 还放了一颗99.99%的彩蛋 所以郭董跟柯市长 这边到底聊了些什么 有没有一些合作机会 我想绝对是高过 99.999%的意思 我看的真的是 瞠目接神 目瞪口呆啦 距离大选倒数233天 各党母鸡都就定位 该布局的布局 该出手的出手 该猜选的跟该退选的 全部都动起来了 而没有母鸡的那个小鸡党 也终于开出第一枪 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 昨天正式宣布参选新竹市立委 最能够跟市民站在一起 坚持为你奋斗到底的邱显智 会是新竹市民最好的选择 坚持为你奋战到底 爆料常客人权律师 47岁的邱显智 参与过全国官场工人连线抗争 和太阳花义务律师等案件 2016年在新竹市选立委 当时对手有国民党籍政政前 民进党柯建明和亲民党欧重敬 最后由柯建明拿下 2020年列在时代力量 全国不分区立委第二位当选 正正前委员 三年来 我比较说 我真看你看到 以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站出来 那针对各项议题 不管是交通的 居住正义的 这新竹人最痛的这些议题 我几乎没有看到他的声音 就柯总召的部分 很多福国艺民的民生法案 柯总召 你不用说他没有意见 他当然有强烈意见 但是他总是站在 护航执政党的那一边 而不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那这个不胜美举 今天很像是吧 左打蓝营正正前 又打绿营柯建明 你是在大声什么啦 难道你不怕柯总召 再关你一次麦克风吗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我先说这些 你先让人撤到麦克风 干 面对邱显志的质疑 正正前发出新闻稿 拿出几张照片反驳 表示他不但有反核时 也有争取育儿津贴 立法院老鬼柯总召 则是展现出他不凡的高度 邱显志要选举要招式 那想来称我的声量 邱显志讲话我都很了解 那邱显志张宜 都站在民党堆一面嘛 他现在想称我的声量嘛 他讲话毫无参考价值 我不知道显志有没有想称声量 但我知道高宏安就是靠你的声量 顺利当选新竹市长 2024新竹立委选战 除了实力的邱显志 现任国民党立委政政前也确定参战 绿营则传出可能有小职接班人 AKA前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 或民进党前议员李延会参选 目前还在看风向 其实测动点 我是把交通安全 最基本的 交通安全 交通改革 那希望能够制度性而去决定这个问题 那包括居住正义 列为我的首要的目标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人 每个台湾人最基本的最需要的 这个生活的条件 回顾秋显志在任职期间 以关心交通 劳权问题 与居住正义等议题注明 绿色浪潮疯狂冲刷 时代力量的时代都快过去了 跳船的跳船 换船的换船 下船的也都下船了 今年在讨论NCC的议题时 又提到了上个时代 跟黄瓜商叫你们弄 你一直弄到现在 我好像也不清楚了 你这个真的 实在有没有砍拖的 刚柯提名说 这个黄瓜商叫你们弄的 我已经离开立法院这么久 显然我那个时候 对他造成的创伤非常地深刻